爱新觉罗玉云出身皇族是末代皇帝溥仪的伴读 民国36年起在台东居住6年期间 除了讲学之外还改制农校 协助办理台东县第一任的县长选举工作 并深入部落关怀少数民族文化 2022年3月玉老师逝世11周年 财团法人台东县爱新觉罗玉云文化基金会 与东大通事教育中心合作在东大一郎 办理一带大炉爱新觉罗玉云老师纪念展 3月22号开幕展期到3月25号 早上白副总的演讲 还有我们基金会 吴董事长还有毛先生 特别的提示 让我们的同学确实有很大的体会 我在最后结束的时候 路上跟朋友们谈一下 他们基本上都觉得是收获满满 我们每一次都会有新的体会 新的规划 新的进展 真的非常谢谢吴董事长的基金会 让我们有这个机会 这位玉云老师呢 他在民国36年的时候 他来台东六年的时间 他那时候来台东的那六年期间 对台东做了非常大的贡献 就是他对于台东的原住民教育 他非常重视 他也帮台东的这个文史做了一个编撰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 他在建在了台东农工 就是以前台东农校 他在那边当教导主任 那教育了很多的我们的台东的子弟 包括洋传广先生也是他的学生 借这个机会 能让我们台东地区的乡亲们 能知道说原来我们台东 在民国36年 有一位这么个伟大的一个大师 在台东做了很多的事情 所以这个他的文物的展览 包括他的墨宝 包括他的一些照片等等 那个都是很珍贵的一个东西 的一个展览 玉老师的弟子们所成立的财团法人台东县爱新觉罗 玉云文化基金会 目前为玉老师筹建纪念馆 由台东农校第一届校友毛仲义先生捐递 未来将会在台东市设立爱新觉罗玉云老师纪念馆 感谢这个台东校长这一次大力支持我们这个赞典 是吧 所以这样的一来 讲了以后 跟台东大学 跟英卫互相变好 把这个老师的精神 给台东的学者 能学到很多历史文化科幻的学者 中华文化呢 在台湾现在完全处于一个弱势 在学校根本大家都不提 而且排除 我们现在的政府一直在去中国化 其实去中国化是把政权跟治权分开 两地分治 这是现实状况是没关系 但是文化就不能把它分开 不能分割 文化跟政治是不相关 政治是一时的 真正可以传之久远对人的发生 正面的奉献绝对是文化 再次感谢 副理事长 这个我们曾校长 能邀请县长到这边来 到县长就是说也是很忙 就是工作这样 我来这边来参加 也是我荣幸 也是我们这个县政府啊 这个县长的一个骄傲 能够邀请到 我们要在这个纪念馆显现的就是 我们都是一家人 不是外来的人 外来的人来一下就走了 我们不是 老师虽然来到这里 后来被蒋先生把他调回台北去 那他只好就离开台东 可是他心里面还是念着台东 所以我们毛学长就是要 要把他的这个心意 把它表达出来 学生们在台东大学东大一郎 展出玉老师生前的墨宝 照片以及手杂等文物 共同缅怀老师 并弘扬其身教与言教 台东所在综合报道 我们下期见